經營部長杜子君卸任部內同仁呢 今天特地幫他舉辦了一場歡送會 雖然氣氛有些感傷 不過杜子君不惜幽默 還稱讚新任部長鄧正中是更好的人選 最外界關注了兩岸經貿政策走向呢 杜子君強調 那個人事變動不會影響到兩岸貨貌的談判進度 明明不久前才送走前部長張家住 沒想到三個多月後杜子君也跟著要離開 經濟部五號舉行歡送會 儘管離情依依 杜子君還是不時幽默 當時我接下了棒子 很多人以為我會跑馬拉松或跑 至少跑個半馬 結果沒想到只跑了 我是跑四百接力的 跑一百公尺就要交棒 很抱歉這個三個半月的時間就騙一場歡送會 才騙到這麼多禮物 我一直不希望自己變成許多的第一 不過還好這次我都沒有破經濟部的紀錄 包括了任期最短我也沒有破 雖然接任經濟部長不到四個月 但是杜子君在經濟部其實已經工作三十多年 一路從基層做起的他對各部門業務都很熟悉 尤其是好性格也讓他擁有好人緣 現在要去行政院擔任政務委員 同事們都趕來合照留念 於是同事不只想獻花還想獻吻 而最後杜子君也不忘稱讚街棒的鄧振中 會做的比他更好 這個棒子當我跑累了 我沒有力量的時候 把這個棒交下去 讓更有能力的人 更有力量的人他可以繼續的跑下去 我看我們鄧部長的話 他應該比我持久 立法院上面的溝通會要再加強 我想這個鄧部長他比我更內行 所以我想這方面他比我更熟悉 比喻經濟部就像是競賽中的自行車隊 總是要有人頂風騎在最前頭 他認為自己現在累了就要功成身退退居二線 但還是會繼續為台灣經濟努力 而他也說這一波內閣人士移動 絕對不會影響12月中登場的兩岸貨貌第十輪談判 雨林TV陳全 邱欣宜 台北報導